好了嗎?好了 好,各位評審好 這是我們的專題製作多功能萬象車 首先我們先介紹它的機構部分 我們是靠這兩顆馬達去帶動它的前進後退 然後這兩顆馬達會藉由這邊的斜齒輪 然後帶動它做直線的前進 然後轉向的部分我們是靠這顆馬達 來藉由它的鏈輪 然後再藉由鏈條 來讓它做轉向的運動 然後這部分是我們的配電的部分 靠著這個是做前進後退的按鈕 然後這兩個是轉向的控制 然後主要是由這邊的配電盤 然後接過來這邊的控制盤 然後做多功能的運轉 然後現在我們就先來示範它的運作模式 首先就是前進 然後它可以做90度的轉向 然後它的特性就是在它的高機動性 它可以在狹小的空間 然後做高機動性的轉向 然後這是直線的部分 直走的部分 然後轉向 然後直接也可以 直接90度的做旋轉 好 以下就是我們的專題製作的 多功能外向車的大略的介紹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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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